大家好,又是向左忙的節目時間 如果大家留意最近的天象,是否有些怪異呢? 特別是今天星期二下午,現在政府開記招 人們每天要去洗手間養,每天不去都不舒服 三點半有個記招,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很熟悉的劉光華 就做了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已經是局長了,曾德成不知為何不做任期,說退休或不做 當然消息來得這麼突然,有很多揣測究竟是甚麼原因 但很肯定的是,整件事反映到現在 梁振英政權之下的官場生態,究竟會是怎樣呢? 我經常覺得現在的情況就是每天都有花生吃 吃到大家的肚子開始,每天都要磨花生油 我想這樣下去的話,真的要去馬例也不行了 其實當這個所謂飲水私圓的事件,即是供水系統出現了超標的重金屬開一圓 令到很多市民都很擔憂,尤其是公屋的居民 因為開始發現這些東西是公屋的樓宇 這一波都未平,到底誰問責都未平 你看看,由啟程村出現了超標的含原量超標的水 你看看,整個政府都亂了,第一,開始就很輕敵 人家說,喂,測到有些主要的水是含原量超標的 非常之輕挑,就說,沒有啊,我唸過沒有啊 不知道你怎麼驗的,是不是 到後來,真的驗到了,就亂了 整個政府根本沒有人出來說話 只剩下幾個相關的局長,或者最初運防局就派了一個常備出來說話 就一塌糊塗,令到別人疑運重重 連大承包商也不敢說,中國建築是禁的,禁斜 想包紙包不住火,越搞越糟糕,搞到一發幫我收拾了 整個政府癱瘓了,林鄭月娥又沒有出聲,梁正又沒有出聲 亂了,又沒有應變的措施 後來,楊正英死死出來,就找法官出來 特特調調調委員會 因為立法會都說,我都寫了信給曾玉成 要求開臨時大會,以及用權力及特權調查 他就說,整個法官來查,指著他先 但對善後的事,完全都莫充一事 到底是怎樣都不知道現在 現在,到底是否只是檢驗那些 被梁鎮英政府說是元兇禍首的水喉像做過的工程 這又不是 蘇鎮現在都不敢說 現在的問題是,查現在很難查 要找人查,善後都做得不好 都不知怎樣現在,個人人自危 政府是否答應,誰人驗水都可以去驗水呢 是否有責任幫人驗水呢 又不知 如果你說,如果我們計算過 是沒辦法跟全香港人一起驗水的 那你就有一個風險的對照表 你認為哪些風險大,就是嚴線 但有一個原則就是,任何人叫你驗,你都會驗的 包括 就是驗水和往後的所謂驗血 因為如果超了標之後 人家覺得 這個 受到這個 威嚇的時候 你跟人家驗血是很應該的 現在這裏都未做得好 所以 哇,已經搞到被這紅紅紅 突然爆了一件事 就是應該負責任的人,因為未負責到 有兩個人就說,我現在不做了 一個就是公務員事務局的 局長鄧國偉 以前他是做社署的 這個人真是該死的 他做社署和勞工及福利局的時候 都是非常之差的 對上悲的時候 應該是整個都被我罵了 那就不做了 曾德成這個是共產黨的元老 土共元老 就是曾鈺成的弟弟 他也是因為1967年 在學校派傳單被校長報警 拘捕了他去坐牢 都是一個言論入罪 但問題是 由於這樣他是 一早已經做了全國人大代表 給現在這班土共 浪費時間 他很年輕已經做了 在共產黨的官位裏面 他是有一定的權柄 董建華為了酬容他 就給了一個民政局局長去做 民政局局長 一早就做了三任 突然間現在 臨腦不過世 沒可能的事情 其實只差兩年而已 為何不進去呢 他還說他很樂意退休 這個又是阿葛 梁振英宣佈也很過癮的 他又不是說別人辭職 重點不是說中央已經是罷免了 同時免許曾德成 免許了職務和任命了職務 老實說 你要中央批准 試過董建華脫掉的 曾任權脫掉 不知道董建華我忘記了 就是他就說誰不做 誰會做 中央說未考慮行 這個任命還未行 玩過一頓的 玩過一次的 這次水稻渠成 換言之就是 不是這兩天的事 有沒有這麼快 又找到人 中央任命 整套都做了 所以說 早點的時候已經搞定了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職場 現在唯一我們想到的就是 明天就是文建聯上京 是不是送給了文建聯的禮 不知道 因為曾德成本身都是文建聯的創會議 但是現在就似乎 不知道他和文建聯的關係是怎樣 現在就給劉剛華敗軍之將 拜佈復活 其他鄧 鄧國威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不聽劉剛說 是要清洗公務員 是不是 現在的公務員很多人離開了 所以我們先不要說鄧國威 我們慢慢研究 你說回劉剛華也很頂刃 是不是 有誰是 選舉輸了之後 是步步高升 劉剛華 劉剛華 大家記得 他本來是民主派 是港同盟 後來就離開港同盟 加入文建聯 最好軍動 率先變節 率先轉會 起了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給共產黨統戰 劉剛華在文建聯裏面 原本以為他是可以接任做文建聯的主席 後來爆破爛 爆破爛給了劉剛華敬 因為都很曲折 當時找李慧琼做主席的時候 是在2012年的超級區議會選舉中間 當時以為李慧琼會輸 所以給了安慧獎 讓他做主席 和可以做行政會議 即是平衡 劉剛華贏了 就給了安慧獎 給李慧琼 但是一開 買大開勢 那這個 就是認真幣 大開勢 劉剛華原來變了票王 變了面都王 輸了 輸了之後 就沒有了 沒什麼做 沒什麼做 啊 有魂 梁振英上了台 找人 找人做副局長 替談刺元首 當然劉剛華當然是千不願意辦不願意 但是劉剛華表現都沒什麼表現 他做政制及事務局副局長的時候 如果說論功行賞 他掌罰分明應該是打柴的 為什麼呢 就是說 內地及政制事務局做什麼呢 譚治元 就是做統戰 就是要跟泛民鬥爭或者統戰 或者又打又談 是令到泛民屈服 去通過所謂831的人大常委的決定 老實說 你說政制的內地事務局做過什麼呢 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雨傘民鬥 出現了28對8的鬥爭議事務局 什麼都有份 這個 副局長是做什麼呢 副局長就是 代表局長來 這個 律法會或者其他場合去做一個政策的解釋 同時是聯絡 不同的政黨 去統戰 溝通啦 起碼做些廣闆事都會 你說劉剛華做過什麼 在他做副局長之下 泛民主派和建制派 以致中共政府的關係越來越差 即是他做不到副局長應該做的所謂協調 就算不是協調也好 都是一個互通聲氣 你有沒有做到 其實剛才長毛也說過 劉剛華做了副局長 一定這麼長時間 其實第一沒有表現 或者起碼你在整個政策裏面 基本上都是譚志願 拿了他的位置 根本他都沒有什麼 除了有時所有的垃圾 簡單 你說五人談判 跟這個學聯合同五 是呀 是呀 垃圾桶嘛 是呀 是呀 在整個過程中他有沒有進到能力 是做一個滑船和溝通也沒有 他做什麼呢 副局長的職責就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說政改大跌跌 你統治不到泛民就算了 泛民是壞的 為什麼不能夠協調到建制派呢 只有8票到28票呢 這真是問題來的 問責就是要問他 會不會其實 回到一個反濃縮的角度呢 你整個政改方案 其實特別是民建聯 或者部份工聯會 他們棄權不投票 結果整個政改大比數被否決 但是反而現在做出一個形象 甚至做出一個官 就是說民建聯有獎項 究竟其實習近平在想什麼 或者甚至說這個港澳八卵的什麼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呢 那就是世界變世界變世界變 那個不做功課 考試交白卷的人中了狀元 不是說錯啊 就是怎樣教啊 這也是從另一個角度說 除了說從政治酬庸的角度來講 因為劉剛說 因禍得福敗佈復活 真是一個故事來的 你選舉被選民退氣 退氣完之後被政權撿回來 任內容辱無能 做不到他應該做到的事 現在反而還觀升一級 去頂回這個曾德成 到底曾德成為何會辭職 我真的不知道 暫時觀察不到 不過就似乎 似乎急一些了 他還有兩年而已 何必要走呢 很明顯是事出突然的 到底為何是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是否寫到 狼鷹一貪污 我真的不知道 假設曾德成可能有某一些 對於梁振英不利的資料 因為這樣才發制人 我又可以這樣說 一件事 其實會不會梁振英都有 曾德成某一些東西 而迫到曾德成 最終就要我很開心地去退休呢 亦都有一個可能 這可能是曾路成也說過 又被別人迫 或許用緊要WhatsApp 小心會不會 你們WhatsApp的內容 突然第二天在網上出現 甚至原來這麼多黑材料 原來人家已經勾線了 裝了App 已經拿了你的資料 然後你失敗了也不知道呢 很難說 你現在太複雜了 文建聯上去之前 文建聯上去 我認為是共產黨問一下 如果梁振英 萬一不行的時候 文建聯有什麼意見 誰做 誰做提供 誰做提供 現在還未得到先發制人 是不是 所以可能這個情況 其實就是梁振英本身 做了某些事情 然後中央又按不了他 沒有辦法了 中央都覺得 你經常對梁振英說不定 其實可能都會影響到 北京政府對香港的影響 或一個權威 可能這次就上去攤 但是如果大家都要留意到 早陣子 才爺 莊珍 中央都會被他 千百度 無端的習種 又和他握手等等 都令到梁振英 覺得非常之不舒服 甚至都會覺得 會不會他下次選特首的時候 他的機會會又小了 又或者不要說選特首了 甚至再之前也都傳過 梁振英是否做到明年一月就不做 但是重點並不是說他可以做多久 還是中途會是沒得做 最重要的就是很肯定 北京政府對於梁振英的不安 其實真的已經大了 我不敢說不相信 但是起碼怕梁振英再做出某些事 令到北京政府對於香港的控制 或者對於香港的權力 那個佈局 產生任何不穩定的因素 亦都對於現在 你知道中國大陸經濟又不行 新疆西藏問題又不行 國內的很多的一些社會動蕩又不行 你沒有理由香港又差一腳 已經我不說明年台灣選舉 如果這個民進黨執政的話 之前那八年跟馬英九做了一些統戰 又可能負之一據 所以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也都有可能北京政府走漏眼 結果就用成 其實你說如果上次政果脫下 其實可能今次北京政府 可以容許梁振英讓曾德成 提早退休 以及被劉江華上位 都是一種脫下 是啊 因為現在梁振英是否隨死反抗 因為梁振英背後有人 老實說 梁振英走去見張德江 自賣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其實這很尋常 那是否說梁振英已經準備 隨死一搏 就是自己說自己是有機會連任 終於有信任他 就是不知道 到底曾德成是否曾經打過小報告 亦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現在我們 小英子選舉的問題就是 我們甚麼都不知道 我想甚麼都不知道 可能我們所說的都是一些 揣測或是推測 但是如果你說基本上 人的性格不變 或者他做事的手段手法不變的話 很明顯就是 其實梁振英現在很肯定 第一件事就是 你剛才長毛也說過 他背後有某些力量支持 但是我們都說 後台穩不穩呢 第二件事就是 究竟後台只不過是因為 現在一段時間 第一又不想這麼快走 第二也不想 做得太過分的時候 某些事情就被你發瘋 但某些事情 你太過分的話 我會用暗拿大的手法 要你收聲 當然這個是非常複雜的 因為 共產黨都會在八月開 北大學會議 你看北大學會之前 令計劃正式被宣佈 開除黨籍和公職 移交司法審查 要告他 要審查 還有一件事很有趣 還有一件事很有趣 有趣的 最近又不知道上面多看些人 來找我們聊天 就收了 我不知道 是否梁振英死了 不知道 我經常覺得他下來 就隨便起一個題目 然後下來什麼都問 什麼都問 問到梁振英 如果問梁振英 梁振英空多吉吉 總之他問梁振英 我懂得怎麼回答 其實你現在 文件上去之前 就將 鄧德成和鄧國威 任免是 要問過中央 除非梁振英大膽度 中央已經同意 我不想他沒有那麼大膽 即使這件事發生在 較前 所以 如果梁振英是先斬後就 即是說一講了之後 中共立即同意 那肯定是 你覺得是見張吉康之前 還是張德光之前之後 你覺得 如果現張生命 我沒有那些跡象 是非常之突然的 因為鄧國威 在兩三天之前開會 都安然無恙 你最怕的 如果你說我退休 就跟人說 我都做了幾年不做 整個佈局是太不合理 如果你說鄧國威是 因為他家人有健康問題 或者他自己有健康問題 或者兩樣都有 那要辭職 我這個了解的 我了解的 但又看不到我有病容 如果他家人 因為病 他要多時間照顧了解 都不用這麼急遲 不會因為曾德成又說遲 要兩個一起遲 兩個一起走 可以分開的 兩個都有這樣的理由 因為曾德成更加沒有理由 他就說 我都很想退休了 除非曾德成又還了絕症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是 反映到 小英子選舉的官場黑幕 甚至 會不會一件事是 不是說 這次就算你說習近平 對於這件事 他自己也控制不到 很難說 我真的不明白 但老實說 這個曾德成和鄧國威 又沒有什麼 在政治份量 又不是很重 唯一就是 曾德成是 老神在在幾朝元老 如果他也要動 如果梁靖要動他的時候 很明顯就是 對他好像這樣的人都要動 對 我說是老師傅 我都能動 對 動得阿德就動得阿玉 對 動得真德成就動得真肉成 對 到底現在是怎樣 因為 老實說 梁振英被人投訴西九 其實兩件事都跟這兩個局長有少許關係 是吧 公務員說沒有就沒有 因為梁振英幾次是越權去 去干涉他 第一次指責他 就是說 因為他老友那件事 又是 好久之前 又是公務員事務局 或者是民政事務局才能搞他 因為他們兩個都有關 現在楊立門 楊立門好像是民政事務局 還是公務員事務局 我不記得了 就是一個常秘 是吧 當時指證梁振英 有機會 是這個殉詩 他自己有的 就是曾蔭權幫唐英年 現在楊振英又被人舊事重提 就是西九那裏直接 不是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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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余景灣 對 余景灣 對 大余山 直接干涉這樣 喂 其實 老實說 不是沒有理由的 因為茶茂聲是興業集團的老闆 梁振英 擺明是一億的 對 對 實說 我不知道是否他們想揭發他 不遂 還是 梁振英叫他 丟掉那些材料 不遂 稅了 有一個失敗的議員 受人吹氣的議員 去做副局長 蹲在那裏 甚麼都不做 再由於曾德成 突然退休做了局長 升了 其實民建聯盟都成產這種動物 蘇錦良 蘇錦良本身是律師 蘇錦良做副局長 蘇錦良做副局長 曾任權政治酬庸 當時他說要做親疏有別 幫助政府的 我們對他好一點 當時林惠錦良在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因為林惠錦良是公務員 沒有所謂 他就肯配一個蘇錦良去 其實都不太咬啞 蘇錦良不知道做甚麼 又搞一個 大家都記得卡片事件 記不記得卡片事件 卡片鬍 卡片鬍 對嗎 人家入境處問菲傭 我給你卡片 他給你卡片 哇 真是冠大起初 剛剛上任沒多久 其實這樣的時候 他的仕途 其實都是比較白暗淡 第一他不能做 第二他處事有問題 有甚麼理由給了卡片人 他的黨是特色的 整班黨是這樣的 沒辦法 他還沒死的時候 不是蘭實快要死 不是發覺有癌症 要走了 要走了 就把蘇錦良放上去局長 那想著 也是做了那個年齡 因為這個 龐英年議員當選的時候 一定會踢他走 他一定不喜歡去 也不喜歡民建人的人 結果 唐英年又鄉賣 真的鄉要 鄉賣 梁正恩做 他就繼續做局長 他官運都不錯 兩個都互相揮影 兩個都在民建聯出來 兩個都做過副主席 所以政治囚容 根本沒得說 你看他受婚 現在又發生另一個問題 如果他要在公務員找個人出來 我懷疑梁正恩 有沒有這樣的 牙力或者這樣的魄力 吸引到公務員 會為他做事 因為公務員很聰明 其實鄧國威這次離開 他離開了沒得做 因為他說有健康理由 否則鄧國威回去做公務員 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會認為整個官制 希望用殖民地的官僚 去組織一個管治架構 已經下空了 當然市出突然 你說實際上中長線的影響 是怎樣暫時未知 但其他最近有個說法 會不會因為這個 不要叫人垃圾車 劉剛華做了民政事務局長 他做民政事務局長 有原因 因為他直接影響區議會和 選舉嘛 下年的立法會選舉 其實曾德成做了民政局局長 之後已經大量是 利用他的權力 創造了很多建制派的東西 譬如那些關外基金 那些全部去搞給他們 拿錢來做 又有這個一億元 做那些正式工程 是吧 這個完全是一億他們的 你用了公帑 透過民政事務局去派東西給他們 是吧 那曾德成都做得了 那劉剛華更加做得了 因為曾德成畢竟都是 跟民建聯約職約離 他創了黨之後就沒有參加 而劉剛華是資深的民建聯 現在做到副主席 而且也是在民建聯的重炮手的時候 是培養的對象 現在做了民政局局長 很明顯就是 梁振興想實踐那個 所謂票債票償 即是加重的部分 那就是說 其實也是一個選舉工程的部分 目的就是希望有牙力 有實力的懲罰這個泛民政黨 包括你 是啊 大家要監察著劉剛華 非常之狡猾的人 如果他上了做行政事務局局長的時候 對於扶植各形形式式的建制派 或者貫徹中聯辦在每一區的策略 按照總的策略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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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未夠無恥 嗯 或者他不想做那麼多事情 以劉剛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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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選舉機器 大家都可以 不用太久 連美的區議會選舉 大家可以慢慢看 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更加可以繼續看 好 今天節目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暑假快樂 拜拜